9月7日一場百年一遇的暴雨 讓香港多處發生嚴重水浸和山泥傾瀉 为了应对长达16小时35分钟的黑雨破坏 特区政府启动全政府动员级别 除了前线人员出动拯救工作外 还有一班幕后英雄 义工尽心尽力和大自然搏斗 可谓功不可没 其实我回到家那天都很累 但其实我睡不着 你可以形容为我可能还是有少少亢奋 就是节奏还是很快的 我脑海里面仍然是出现水浸的场面 2013年加入消防工作 具有丰富救援经验 胡永聪对当晚天气转坏的速度这么快 影响这么广也感到突然 其实在当晚大概11点40分 我们粉颖升降台就奉照 就前往这个平邪的里屋邨 处理一种水浸的事故 其实我们看到水位已经去到我的腰间 比水覆盖的范围已经是很大了 而且前路我们都见到不确定性 那我们就徒手就利用一些 铁皮屋外面的围栏和后馆的支撑 我们就爬上去最接近我们的铁皮屋的屋顶上 那么就尽量经屋顶去前进 就避过地面上水浸的位置 但是因为屋和屋之间存在了几米的距离 所以在过程之中我们都要捉紧一些支撑物 捉紧支撑物 但是因为当中有几米的距离 那我们又要返回地面那里 返回水里面 那么站稳之后 我们又去第二间屋那里 重新再上去屋顶前进 那这个动作其实我们重复了几次 总结今次的经验 胡永聪强调 尽做 其实我们当晚都 那个现场环境是很复杂的 亦都是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是视乎的 就是很需要我们去灵活 去变弹 所以才可以去最后有个方法去处理 正当前线人员忙于拯救受困居民的同事 后勤人员也都严阵以待 逢曼如讲述当日联和区临时庇护中心的情况 都有大约二百多个灾民的 他们因为去中心的时候 都可能是比较闯缩一点的 就未必会带到一些的衣物 或者是有些连身份证都未必会带到的 有些亦都见到它 因为都赶急要走 所以连拖鞋可能都脱了 这样的就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物资 他说今次中心的安排也都很人性化 我们都有差不多四十多位的小朋友 家长他们因为房子浸了 其实都要很忙 变了未必那么多时间 可以照顾到小朋友的情绪 所以我们立刻都安排了一个活动室 等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玩 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聊天 那些家长也可以安心 除了小朋友外 大人的情绪也都需要照顾 当日参与全政府动员的 许长宇就认为 除了提供生活物之外 主动和居民聊天也都很重要 其实我们看到有时有部分的市民 在那里留宿 其实看得出他心情是真是一样的 同一时间我们在今次活动 我们都希望可以在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去帮助他们 所以同事都真是很主动 跟他们聊聊天 等他们开解一下 另外一班未被动员的公务员 也都赤膊上阵 自发到灾区协助善后工作 其中为处理超强台风 山竹善后工作 而组成的香港纪律部队 义工服务队 就自发到上水虎地咬村 协助清理 你问我今次做恶劣过山竹 因为我们山竹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在公园道路 就是帮忙清理一些路障 但是今次除了体力之外 就是面对一个恶劣的环境 第一水浸 我们去到那些水未退 还有很多泥是线 骚髒甚至乎是很臭的 我试过真的有一个妻子 她独居的 她有一些垃圾放在门口 我们帮她逐代清酒的时候 看着这些白色的蟲在上面 不是一条 是一百几十条 然后我们都没办法 你都会帮她清酒的 张兆津说 义工队成立以来 无论天灾抑或疫情 队员都走在最前线 最难搞的就由他们来 当中只是本着一个信念 总之有需要帮忙 我们就去帮 我们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 我经常都说一样东西就是 可以做义工 就是一种福气 另外文职人员亦都积极参与 李宗泽说 虽然工作都比较辛苦 亦都想尽一分力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工业理事 和会员后来都在想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而是发挥到自己的所长 去帮到我们社会 让我来到我们社会 一直保持在那里 again 这是在这边 我们今天得到我们